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刚才呢,咱们讲到这条题目,说到这个程序的最高位,要么是3,是不是要么是4,有两种可能性啊,那么这两种可能性当中呢,3我们已经试过了,它是可以的,那么在这里呢,老师想问问大家,4,如果填4的话,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不要瞎懵啊,有朋友老师总会瞎懵一个,可以或者不可以,也不能这样干啊,可不可以,是不是还得自己去尝试一下,那么来,接下来呢,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尝试一下,如果你这个地方填的是4,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5735往前进3,2714,往前进1,4728接受进1,是不是22975啊? 哎,看起来第一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看第二步,第二步,我们直接看末两位就行了,末两位这个地方,哎,这位是0,这位是0的话,25要想得到0的话,那是不是只能是乘以4或者是乘以8,对吧? 那我们来看,如果是乘以4的话,好像00往前进1,对吧?哎,接下来出问题了,4416接受进1,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是17啊? 与我们的原题3,是不是不相符了? 当然了,你这个地方如果填8的话,4832,可是25乘以8的话,是不是应该是200?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不相符了,对吧? 也就是说,咱们的4825是不成立的,是这样的吧? 好了,老师之所以要把这道题目这个错误答案给你讲解一下呢,其实想告诉大家,我们做题不光能够从正确答案当中学到一些知识,我们在错误当中分析它的错误原因也能够学到知识。 好,我们这道题呢就不太多说了啊,接下来看一看咱们的立体第四题。 立体第四题是这样说的,还是一个三位数去乘以两位数啊,最后得到一个四位数。 那么这道题呢,相对而言就简单一些了,所以呢,老师想请大家先来自己算一算啊,老师也不用问多了,我就问一件事情了。 这个乘数,这个三位的乘数,你推导出来应该是多少呢? 嗯,算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通过各级分析,这个肯定是零,那这个是零的话也就是五六三十吧。 好,五六三十,五六三十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看最高位了?最高位乘以六,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乘以六的话,估算一下,要么是两百,要么是三百,对吧? 嗯,两百的话肯定是可以的,二六一十二嘛,无论你怎么经位,它是不是也不会超过,也不会超过一千,不会超过一千多。 如果这个地方是三行不行?啊,咱们刚才讨论啊,这个地方是二或者是三,三行不行?你估一下。 三六一十八,四六二十四,往前进二,一十八进二,是不是这地方就变成两千了? 哎,所以三,三就超了,那因此这地方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二百四十五。 一旦找到了乘数是二百四十五了,那后面的是不是,我们都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把它写出来了。 好,来,咱们一起看一下啊,乘以六,五六三十,往前进三,四六二十四,七,往前进二,二六一十二,这个是四。 好,那么再接下来往后填,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三位数是乘以它,还得到一个三位数,这个地方要么是填一,二二有没有可能? 啊,没有可能啊,五乘以二四六八,是不是都等于零啊? 所以要么填一,要么填三,填五也不行,填五是不是就超了? 如果你填一的话,这个地方是二四五,相加,可能等于八。 所以这个地方填,填三,我们试三可不可以啊,三五一十五,往前进一,三四一杀,往前进一,这地方是七,来看一下。 二十二,往前进一,八,不进位,一加七等于八,是不是正好转移出来,八八二零啊,是这个吧。 好了,那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通常情况下,你得回顾一下啊,来,我们的突破口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突破口,我们是不是还是通过各位分析得到的? 得到这个是五,对吧? 一旦得到这个是五,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突破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了这个最高位? 两百,还是三百,来估算是一千多。 那么这时候,我们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墨两位,对吧? 当然了,在推倒三的时候,演算三不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到了十位。 你发现,估算,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利用最高位估算,和数位估算。 两百多,直接看成两百,三百多,直接看成三百。 而当你把握不准的时候,是不是再往下估一位,来估到十位,是这样的吧? 好了,那么这道题呢,这两点,还是要多领悟一下。 这道题说完了,那么咱们再说一个小小的突破题,咱们往这看。 哇,这道,这道终于变成了,终于变成,不是方框的了,不是方框的了,其实会更难一些。 好,PQRS是一个四位数,并且PQRS分别为不同的数码。 那么问你,四位数PQRS应该等于多少? 其实呢,老师刚才说,像这种是不是比方框的要难一些? 也不全是。 方框与方框之间是不是有可能会重复啊? 但是,它的PQRS呢,完全不会重复。 并且,如果你这地方的P得到一个数字,那么这个地方的P是不是应该是同样的数字? 对吧? 明确了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这道题啊,突破过,你就找准了。 好了,那这样的话,老师先不说啊,先请同学们大概估一下。 你看一看,这个四位数大概是多少? 为什么呀? 哎,因为这个四位数所成的乘数是太大了。 它是一个九位。 你想一个四位数去乘以它的九位还等于一个四位数,那么这个四位数,好像限定条件是不是就特别少了? 只能是多少? 哎,只能是一千多。 哈哈哈哈,那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就来了啊,突破过已经找准了啊,通过我们的估算。 通过我们的估算,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肯定是一千多啊? 你是一千多,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一啊? 这个地方是一,我们就想了,一乘九,一定啊,一定只能是九。 要么你就定位,要么就是九。 没有定位说明是不是一定是九啊? 并且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九九八十一,往前进八? 是这样了吧? 好,我们再来看啊。 嗯,二,Q,二Q怎么估算呢? 其实我们,我们在算数字迷的时候,无非是低位向高位,高位向低位。 如果低位向高位走不动了,那就倒过头来再看高位向低位,两边往中间夹。 那,咱们再来看。 如果你的二乘九等于Q你推不出来,那我们来看看Q乘九等于二呢? 好像你也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肯定,Q乘九会不会往前进位呢? 不会。 对吧? 为什么不会啊? 因为你这一乘得九不能接受进位,接受进位这个地方是不是又会多出一位来? 不能进位呢? 你说Q哪一级呢? 没有。 怎么可能? 数码,这不有零啊? 哎,按照道理来说,零乘九应该等于零啊。 那不好意思,肯定有什么? 哎,这个位上是不是肯定有经位啊? 没关系。 那个数等于零,是不是这个数等于零啊? 哎,刚才是9981往前进了八。 往前进八,这个地方, 加八,得到一个零。 你就数呗。 几乘九 会加八进零啊? 加八结果为零啊? 其实也就是二乘九 是不是应该等于 框二的形式? 一样。 哎,八九七十二。 八九七十二接受进八。 哎,八十,数往前进八。 哎,正好你这个地方是别就出来了。 那因此这道题的答案是 1089 是不是出来了? 好了,同学们。 你看,通过这道题, 咱们再次验证了我们的所谓的估算。 其实估算还是看什么? 哎,我们直接看高位 和数位 通过这两个东西 我们取近似值 对吧? 毕竟我是只要找到候选范围 然后通过具体的数值 进行逻辑推理 是这样的吧? 嗯,好,我们这道题呢 先说到这儿啊 你可以自己啊 稍微体会一下 这样的一个第二个东西 他还是知道 特别是 不过 我们